大家好 歡迎來到特派員會客室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怪咖》系列紀錄片的 這個導演朱世玉 小玉導演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朱世玉 人類是不是具有超能力 一直是個爭議不休的問題 主持這項實驗的台灣大學電機系的 李自成教授 他用理工科一貫的科學實證精神 展開了台灣特異功能科學實驗 高橋五的首視覺不但可以認字和認顏色 還可以看圖形 台大居然還有超能力課 大家知道李自成可能他有很多身分 他是前台大校長 然後也是台大電機系的教授 其實我很早開始知道李自成是因為我弟弟 他說因為我弟弟是電機系的 他說你知道嗎 現在台大有個教授 課堂上都非常多人 然後他教特異功能 大概是十幾二十年前吧 差不多兩千年左右的 會拍李校長是因為我們整個X的 整個整個怪咖的計畫要找一些 就是很怪咖 然後但是又必須是個是個咖的人物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找到了李校長的事情 但是其實在這之前 在拍攝這紀錄片之前 我並不知道 或者是並不是很認識這個李校長的故事 這樣子 對 但是知道他之後對我來講 就覺得說有種特別莫名的吸引力 因為真的是就覺得說一個台大的校長 一個科學家 他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臺灣 還是校長 對 就是其實在八九零年代李自成曾經也是臺灣 就是很有機會就是成為諾貝爾候選人的人才 然後我上次訪問校長的時候 他說H.264這個通訊協議是他注射的 對 然後我想說H.264那不就是我們這些 就是在做影像的人的就是就是在 影響了非常多人 對對對對 然後所以知道他研究特異功能 這些很奇奇妙的事情的時候 就覺得說對這個人超級好奇的 因為畢竟我從小也是一個就是很有存在焦慮的人 我一直會去思考就是說 到底人生是什麼意義 到底我們這麼 走了以後要去哪裡 對 走了以後要去哪裡 我們到底受這麼多苦是為什麼 對 然後我們的生命就跟一朵花一樣 就是張開又卸掉 那張開就卸掉 就算了啦 為什麼讓我們有靈魂 讓我們要這麼擔心 這麼害怕呢 所以還是會希望說去尋找一些答案 人生的答案 拍攝過程絕對腦筒大開這樣子 對 因為校長的研究的方向就是很多 他就是說其實除了就是 他的電機的專業之外 他就是在身心靈科學 他們稱為身心靈科學的研究上面 那個年代我們是不信神的 什麼都不信的 你不能證明上帝存在 我怎麼相信 我是科學者 直到陳主委接見我們 他就說要研究這個氣功 拿出了一本武林秘籍 叫做蠶蜜宮 每人發一本去練 神奇的時候那天晚上 突然 啊 醒來 半夜醒來不知道什麼原因 腹部收緊 有個感覺一直到肚臍下面一個拳頭的地方集中 這什麼事 夢魘嗎 鬼壓身嗎 這是我第一次曉得什麼叫認滿 原來煉氣功是有境界的 他們已經到一個高境界了 所以產生特異功能 產生不可思議的現象 他有四個領域 一個是勞場 勞場就是一個就是超級神奇的東西這樣子 對他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他講科學的氣功 然後再來這場 他又講特異功能的研究 跟外星人的 外星文明的研究 對 就是其實這四個研究當中 他就跟我講說 這四個當中另外兩個都很爭議 我們討論勞場 勞場是有科學根據的 跟科學的氣功 科學氣功是有科學根據的 而且是他把就是中國所謂的就是氣功 這些很玄妙的道理的事情 跟就是他的研究結合在一起 然後是一個可以貫穿 可以被實踐的 對 很多人都在身上 可以找到氣的一個方法這樣子 其實拍攝這種題材 我覺得最有趣的 就是過程中 你見證了一些奇妙的事情 他手上泡了一個袋子 手上他連了兩個電擊 兩個電擊送到了這個strip chart 他開天眼的時候 手上會有一個電壓出來 在那邊看出來 我們就知道他開到天眼 所以他就可以來寫他看到什麼 講了以後就覺得奇怪 他看不到字 以前會告訴你要看到什麼 什麼顏色 這個字比較複雜 你一看到什麼 你要手進去 天下要支持我們 哪有 有一個人的蝦到在上面 OK 那我們就覺得奇怪 以前從來沒有碰過這種情況 笑笑 你換笑 我換笑 笑笑 他跟你笑笑是不是 跟你笑笑 他說看到亮光 然後看到一個亮人 最後亮人還在對他笑 結束要打開 結束看他到底看到什麼 一個白紙寫了一個佛 這個字竟然會採成意象 所以他具有歷史的意義 大家就圍過來 覺得不可思議 從此我們的世界就改變 因為我是個全然的麻瓜 就是校長給我試過 就是那種什麼勞場儀 或者是就是就是那種 氣流的水晶 那什麼什麼的 其實我不見得能夠感應到 對 然後所以 所以其實在過程當中 我就是一直聽到 大家在講說 校長講了什麼 然後大家就是很多的研究員 或者是包含氣機科技的人 他們大家會跟我們講說 他們有什麼樣的感應 什麼什麼 那其實我們就 氣的感應 對 然後甚至是 因為譬如說氣機科技 最後他們有研究 發出一塊那個就是氣盒 這是一個我們做出來的研究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 這其實是依據這個 李教授的一個研究 講白一點它就是水晶球 那只是差別是說 我們在水晶球裡面 我們用雷射雕刻 目的也是同樣是為了產生擾場 它這個會有一個螺旋場在流動 這其實我是覺得蠻明顯的 可是有些人不一定感受得到 療癒個案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 有的沒的可能會經過 它可以幫助我們兩個的場域 會變得比較乾淨 也有一個方法可以馬上試驗 你把手拉起來 然後你要抵抗我 抵抗 OK 好 然後先放下來 好 抵抗我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是什麼舉點嗎 沒有 這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任督二賣 任督二賣 然後小周天 其實就是這樣跑的 然後經過混音這樣跑上來 那我這樣手指動一動 就是把你的筋脈打亂了 OK 那這東西其實我們測試就是 你這樣測試真的是比較有力的 因為你可以讓你的筋脈這樣子跑 對 這是我目前認為最科學的一個實驗 那對我而言產品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代表說李校長不是只是講講 有人真的把校長講的東西做出來 而且有人能夠感受到 然後他拿給我 我是沒有感受 你沒有感受 厲害就是這個但是 我在拍完片之後拿這個東西 然後經過一些訪問或者是我給很多 連知道李校長都不知道的人 甚至是有點懷疑說 你們這樣怎麼會得到氣功的人 去摸的時候 很多練過瑜伽的人一摸就說 就是有東西就是有那個氣流的感應 然後很多朋友他們就是有在練瑜伽 有在健身或者有在有在靜坐的人 他們即使不是李校長的這個圈子的人 然後一摸之後也是說他們有感受 那讓我就更好奇這樣子 那你又不會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當一個麻瓜 蠻辛苦的 就是那你用什麼樣的角色來完成這部紀錄片 就先為一個紀錄片導演 你是用客觀的方式 就是拍攝紀錄所有的過程 還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也因為投入 有對他這個領域有更深的理解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麻瓜最大的好處就是 或者就像是校長他自己給自己的一個詮釋 就是我們有問過校長說 校長你研究這麼多特異功能人士 你從這些特異功能人士上面看到這麼多不可思議的現象 那你有沒有問過 就是那你會不會展開你的特異功能 你會不會你會不會也擁有這樣的能力 這個問題這幾十年來都人家一直在問他 對對對 你自己有沒有通 對你自己有沒有通 或是你想不想通 對然後校長給我的答案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有格局 他說他有想過 他也問過 但是他得到的結論是 可是如果他也通了 他就自己去了 他就不用去做這些科學研究了 對 那他做了這些科學研究之後 或者是把這一些很感覺的事情 數據化 對 科學化 然後實驗做出一組一組一組 可以對比你的成果之後 就可以有更多人循著他的路徑 像我們這樣的麻瓜可以循著他的路徑 再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現代的神經生理學 唯物倫的科學 是沒有辦法解釋這些特異現象 手指怎麼看字 他信號怎麼作曲 感光細胞在哪 神經傳遞在哪 完全沒有頭緒 一點頭緒都沒有 科學沒辦法解釋的現象 是誰的問題 是科學的問題 那你就要去改進你的科學 我是做一個麻瓜的身份 可能像您講的就是 我可以再多保有一點客觀的程度 對 其實我在影片當中拍完之後 我很難其實 我很難在影片當中去驗證 或者是理解說就是 我要告訴你在影片中 李校長講的是正確還是不正確 因為他講那個事情 基本上就是很玄妙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相信世界上也很難 有其他人來驗證說這件事情 正確與否這樣子 那我希望我在影片當中所做的事情是 我把校長的研究介紹出來 把他的故事推展給更多的人知道說 臺灣有一個人不想要讓我們人類的智慧 就停在科學的這個階段 臺灣有一群人希望能夠在靈魂上面 在人類的心靈上面能有更多的探索 能夠在現在的科技社會還能去探索 人類與宇宙與自然天地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是我想要幫李教授的故事 呈現出來的一個目標這樣子 因為其實所謂身心靈的研究 我覺得在未來 從現在到未來 絕對會是一個顯學 因為大家 那現在的科學其實 我覺得遠遠比不上 就是這些未知的速度 那在這個過程中 你覺得你剛剛說你一個馬瓜的身分 然後客觀地記錄了這部片子 那透過這部片子 你覺得你獲得的最大收穫 或是你想要傳遞的訊息或是什麼 你自己是一個 每天會祈禱的基督徒 對 我會帶著我女兒祈禱 對不對 那就是宗教上面 當然會有 每一個宗教有不同的道理 那你以一個什麼樣的心情來看 李教授的研究 我把片名取為X其實是 因為就是我們雖然不是 就是什麼商學 或者是什麼 李祖的學生 但我們也知道說 在數學上 X代表就是未知 對 那其實X這部片 想要討論的事情 其實不是對錯 而是我們面對未知的態度 玄學永遠在科學之上 就是你用科學去追玄學 難啊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先驅者 等到他退訓以後 我有一次碰到他 我在四層胸 在做什麼研究 我還是要做那個手指四肢啊 這些通靈的研究 他說這個是我做一輩子 不會後悔的事 李校長的理論它是在天空 不過大家如果了解整個科學的眼鏡的話 很多重大的理論都是在天空 你可以來挑戰說你的實驗 不很完整 不很嚴密 可以啊 那我改進嘛 我說哪裡不願我改進啊 做出來的結果就是真的嘛 所以實驗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你沒有做實驗 你怎麼可以說不存在 你是迷信啊 你才是真正的迷不信 我是很科學的 就是因為人生中有太多的事情 是未知 就是科學能解釋的事情 我們覺得科學能解釋性很多 可是事實上科學能解釋性 可能目前來講 就是以科學家的承認 其實我們才解釋不到百分之四 就像我們腦力的開發 其實也只有百分之一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保有一個開放的心 然後讓所有的事情 都能夠有正面的看待 那我不見得有李教授那樣的能力 可是我們可以有 開放的心 可以有開放的心 至少尊重 然後去觀察未來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對 那我希望就是說 如果有更多的人有不一樣的心 然後讓人類的發展 或是研究 往各種不同的地方去探索 我覺得會有很大的收穫 那以我個人的收穫來講 是我在拍的過程當中 其實因為校長的理論 是從八零年代開始建構 所以其實讓我想到 我們小時候有好多好多 好棒的科幻片 有星際大戰 有什麼外星莫名的東西 是 是 是 對 那個時候你會想像 未來有無限可能 但我們這一代不太去想未來了 好像想像力被線索了 對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好像科技會決定我們的未來 像我弟弟 我弟弟就是念電機系的 但他常常最小的時候 他就是像你一樣 就是會看很多卡通 科幻片 他常跟我講說 卡通以後都會變真的 對不對 這也許就是 X 未來可能的方向 對 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李教授在研究這些 這個科學氣功 或是四個領域的過程中 其實毀育參半 那你在拍攝的時候 這些會影響到你嗎 作弊 手指四字的時候他偷看 瞎成 那你這個李校長你算老幾 結果有人在批評我說 這科學基頭 台大教授十個九個 不懂什麼叫科學哲學 我看不知有一個人 是國外的博士 拿過PhD的學位 他質疑我很懂 對 李教授批評我最厲害 他其實沒有經過一個很完整的 科學哲學訓練 完全科學主義的一個搞法 不懂科學哲學 一旦失敗你就完了 你的醫生前面所有的 全部毀掉 遇到那麼大的一個阻力之下 他有一次公開掉眼淚 有一個程度到影響到我的部分是 其實這件 因為毀育參半這件事情 我會更尊敬他 就是我無法 我即使無法確認 校長所研究出來的理論是真的 或者是假的 因為我沒有那個專業背景 但是我會更尊敬他的原因是 他面對這麼大的挑戰 他如果今天做這件事情 只是受到了榮耀 讚美 大家都派手好幫幫 給他一堆錢去繼續做的話 我覺得那是 很容易 對 那是一個很容易 但是如果你 你一個以科學為職制的人 你就是花了畢生的力量 在科學研究上面 然後你後來轉了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是會讓你毀育參半的事情 但是你還是勇往直前 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在他身上 看到最大的價值 就是為了自己相信的事情而努力 好 非常謝謝小瑜老遠 今天來特派員會客室 來跟我們分享 對人生的未知X 保持開放 同時堅持真的不容易 光這份堅持 我們就應該要給予尊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小瑜導演 謝謝 謝謝